好 鏡頭要轉回到國內 帶您來看到這雲林縣政府所舉辦的空拍攝影大賽 最高獎金是三萬六千元 吸引了不少攝影好手投稿來參賽 但是得獎名單出爐之後 其中社會組營獎的作品是紅衣大女孩 現在引發熱議了 因為在照片當中是一名紅衣女子站在田梗上 就有人認為了這張作品空拍取景 不夠足以來表達在地特色 甚至還有人說其他優選獎的作品 都比這張影角來得好看 一名身穿紅色洋裝的女子站在田梗中 這張照片獲得雲林縣舉辦的空拍攝影大賽 得到獎金一萬八千元 但引發不少網友熱議 沒有很有意義的照片 因為她要訴說什麼 就一個紅衣小女孩在田梗 好像也不能表達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得到影拍 是好看但是只是沒有達到空拍的那個表情 得獎名單出爐 社會組金獎 銀獎 銅獎 分別可以獲得三萬六 一萬八 一萬二的獎金 但看看其他優選作品都是從高空往下拍 能凸顯雲林在地特色和景象 但銀獎作品紅衣大女孩 讓不少攝影師無法認同 他拍起來就是像一般的田梗 然後看到作品的人他也看不出說那是雲林的哪裡 而且那個高度就大概像自拍感的高度 或者是站在梯子上的高度 也看不出是空拍的呈現 他這個評審的眼光是在哪裡 也有不少網友在銀獎作品底下留言 有人調侃全部攝影作品 只有這一張有美女所以獲勝 也有人對評審的品味大打問號 還有網友大酸 這不用在雲林也拍得出來 如果透過空拍機拍一定會有GPS 那麼金柴這一張爭議照片 是在我們陡南的西伯里拍的 所以其實包括他的飛行高度 是在海拔28米的高度 其實照片里面都非常清楚 社會為了吸引民眾到雲林觀光 舉辦空拍攝影大賽 主辦單位強調 每一張得獎作品 確實都是在雲林高空拍攝 銀獎作品引發討論 還被質疑得獎者是不是靠關係 讓主辦單位始料未及 謝謝方中辰 雲林報導